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采访一位神秘的嘉宾 以往我们都是采访一些活动企业家 但今天呢 我们是带有一个在税务方面 大家都想要了解这一块的 那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 这个是美国三角会计集团的总裁 牛志文先生 Steve牛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 首先让牛先生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在过去19年中 把华人企业和个人在美国税务方面一些帮助 我叫Steve牛 我是美国三角会计集团总裁 然后呢 美国三角会计集团 目前是我们美东地区最大的华人会计师事务所 目前我们一共有13个办公室 有7个办公室在美国 有6个在中国 所以我们是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 推荐的美国事务所之一 同时呢我们事务所又是美国联邦事务局授权 可以审批税号的一个事务所 在过去19年中帮成全上外的华人 在税务方面做了很大的咨询和帮助 今天准备很非常荣幸啊 比如说我们在中华文化中我们喜欢从前 喜欢把我们所里挣的钱都留下来将来这个 作为子女的培训啊教育方面 在美国文化中呢 美国是一个吃干花净性的国家 我们今天有100块钱花100块钱 明天有没有吃饭无所谓 等明天再说 所以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我们很多华人企业受到税务局的调查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有时候呢 我们是靠大陆的收入来维持在美国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收入啊 有时候可能不能够 cover我们的费用 这种人在美国是税务上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在美国的税法中呢 他认为每一个纳税人 他的收入应该要比他的开销大才可以 所以呢 我们在中国呢 我们经常目前呢 存在很多家庭构架 老婆跟小孩在美国读书生活 先生在中国挣钱养家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 在美国 我们华人一般小孩子都上的比较好的大学 长崇腾的大学 一年学费五六万七八万 然后买的房子也比美国人大 买的车子也比美国人豪华 我们又不怎么去上班 所以呢 很容易引起隔壁邻居的误解 觉得这个家庭在一天也不上班 每天高棚买坐 这个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很容易被误解 所以隔壁邻居经常打电话给税务局说 这家是不是有偷税漏税啊等等 所以呢 因为文化背景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华人在美国报税 有更要一定注意 我们的收入 一定要比我们的开销大 特别是对于新移民来说 我们的首报税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披露 我们在中国的资产 我们有多少套房子 我们有多少股票 我们有多少就在某个公司 有多少股权 我们有好多投资理财产品等等等等 甚至包括你自己借给朋友的钱 在披露的时候也要披露一下 那比如说五六年以后 这个钱 你朋友把钱还给你以后呢 你的账上突然增加出来一笔钱 这个税务局问题呢 你不好解释的 所以我们在做税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几个思想 我们尽量去花新闻卡 写支票 不要用现金 我们很多华人在美国生活中呢 喜欢现金来现金去的 这样很不好的 而且第二个注意呢 我们在跟银行打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在任何一家银行去 任何一个交易 只要超过一万美金 不管你取出了一万美金 从进去一万美金 还是转账转一万美金 只要你的交易量超过一万美金的话 银行会一定要向数据汇报 有个表格叫8300 这个表格一定要去向数据汇报 数据汇报以后呢 对大家也不好 所以我们在交易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金额方面 不要超过一万美金 另外呢 我们在生活这方面要低调一些 不要买太大的房子 不要买太豪华的车子 生活呢 尽量去参加一些劳动 去在别的公司上班呀 自己注册一个公司啊 做一点生意啊 不要天天靠着丈夫来养活 好吗 这样的话 这个会很容易引起数据的怀疑 所以我们华人其实呢 这个有很多地方呢 是跟当地的这个纳税人不一样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 华人的查税的概率比美国人高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 造成我们很多被误解 实际上查来查去以后呢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就由于这种错觉 给数据造成这种错觉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呢 这个我们华人在报税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项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收入要比开销多 我们一定要去工作 不要待在家里面去天天 这个靠坐吃三空来维持生活 这是不好的 这个牛总呢 给我们讲到了这个 华人在美国税收要注意的事项 因为文化的差异不同 所以呢 在这个消费 这一块呢 大家也要注意 刚才牛总都提醒了 说到这一块 那么我这里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牛总 就是高净值人士 跨境这个税务的这个 这个他要注意哪些事项 对跨境人士 柔西是个高净值的 这个问题非常有普遍性 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移民 在中国做得非常成功 都是企业家 都是科学家等等 现在移民到美国以后呢 在中国有很多资产 很担心移民到美国以后呢 资产会不会缩水啊 会不会要交很多税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些问题呢 是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 一些问题 首先要告诉大家呢 资产本身在美国的税法中 是不用交税的 资产高没关系的 怕就怕什么呢 你收入高 所得高 在美国纳税大户 你知道吗 是什么样 在大企业做高管的这些 这个叫我们号称为 高级打工的 他们交的税比谁都多 因为不动产 你有20套房子放进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房子不动它 一分钱的税都没有 你放在那里 让它去增值 只要不要去兑现它 永远没有税的问题 所以资产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跨境的人士来说 我们要注意几个事项 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资产转移到美国来 怎么样把钱汇到美国去 这个等等 这些问题呢 存在一个我们号称为 资产配置的问题 我们到底拿哪一个国家的身份 最划算 拿哪一个国家的 绿卡最好 最省税 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一个 身份的国际化 身份的优化 我们到底拿美国的 这个护照号 还是不拿美国的护照号 还是拿一个 这个塞布鲁苏的护照号 还是拿一个 这个南美洲的护照号 等等 这里面有很多 规划的空间给大家 所以我们 这个很多华人 很盲目的移民以后呢 也会造成资产塑数 也是 也是常见的事情 经常第一年交几十万的税 后来感觉到不对 这个去美国以后 交这么多税呢 我资产 我在中国辛辛苦苦 打拼相对的 这个资产 塑水这么严重 怎么办呢 总没放弃 要放弃美国国际的话 还要交一个契机水 这个税也不是 不是很轻松的 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高进的认识 我觉得在 在这个 在税务方面的话 要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资产规划 资产配置 财富怎么样传承到下一代去 怎么样能够搞一个信托 然后我的资产没有什么风险 不会有法律 税务和债务方面的风险 所以我个人建议 对我们高进制人士来说 规划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希望大家呢 这个下来以后呢 找专业人士 对自己的资产 整个将来的打算 做一个规划 这样呢 在移民啊 投资啊 才比较方便 比较放心 我刚才听到牛总这么讲啊 哇这里面真的是 非常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 真的是都很迷茫 都不了解 这么讲完以后 真的很多的事项 一定要去注意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问的 就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新移民 守爆税的 这个要注意哪些事项 新移民 因为现在由于中国 我们这个环境啊 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移民 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移民的一个国家 尤其很多华人喜欢来美国 这个新移民爆税呢 有很多空间的 首先呢 在移民前的资产规划 如果你资产比较高 你在登陆美国之前 我建议两年之前 要开始对你的资产 做一些规划 特别是对于增值税 增值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的某一个资产 比如说是资产 可能是不动产 股票 在公司的股权 现金 投资理财产品 都属于资产 如果你觉得你资产比较大的话 你在移民之前的话 最好要做一些规划 比如说你公司 你一个公司 而且公司利润很高 怎么办呢 我在登陆之前 也把这个封红封出去 不要等到我登陆以后再封红 这个增值税是很厉害的 所以呢 资产 这个房产增值比较高的 也是在我们这个登陆之前 做一些处理 有的时候可以赠予给父母 给兄弟姐妹 然后呢 等等 所以呢 总而言之 我们有最后一个公式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任何一个资产 你要感觉到 增值将来比较很大的话 那你在登陆之前 一定要做一些处理 如果这个资产增值不大 或者没有增值的话 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 比如说股票亏捧 那我把这个留下来以后呢 将来我在美国 跟我的收入以后互相抵消以后呢 我的税率可能从百分之三十几降到百分之二十几 很有可能 所以啊 这个新移民的这个首报税 特别关键 首报税呢 会涉及到中国资产的披露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肥卡要求 肥卡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的披露 要求任何一个银行存款 只要超过一万美金 必须要做披露 所以不管你是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只要你的存款超过一万美金 必须要做114表 如果你的存款超过五万美金 一定要做这个8938表 对 然后你这个这个 你在中国如果有企业的话 要做571表 把你中国资产的负债表 转移成美国的一顿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个登陆美国以后呢 再返回到中国去工作 在外国的收入的话 有很多税收方面的优惠和减免 比如说如果你在外国登陆美国以后 你回到中国以后 在中国铸购 铸购330天的话 它有十万美金的收入 不用纳税 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 这个我们跑绿卡的人士 有很多很多他的一些 税务优势可以利用 另外比如说你在中国已经纳过税 中美有税务协定的 1984年4月30号 中美有税务协定 同样一个收入 不用再交两次税 在美国交过税 在中国不用交 中国交过不用再 美国不用再交 所以中美税务协定里面的 很多条款 我们可以用起来 可以帮我们华人 帮很多忙 所以手报税 新人民手报税的所有规划 和手报税 非常关键 手报税 会将来在你 在美国整个报税 未来十到二十年 这个报税 一个构架 做一个构架设计 以后 这个手报税 会把你这个构架设计好以后呢 每年将来 未来十年二十年 你就按照这个构架 一步步去操作就行了 所以手报税呢 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你手报税 批识多了以后呢 将来在美国 做投资 做贷款 做移民 都有很多好处 我刚才听了牛总这样的介绍 我真的是 也是学了很多啊 比如这个资产税 也是要报税的 再就是说 在美国 然后到境外 因为你的身份的关系 到境外 还可以省税 哇 这个是非常非常 对我们非常有利的一个 一项 所以呢 我们这个税务这一块 一定要找专业人士 那接下来 牛总 我还有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美国新移税改 对我们华人的影响 您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2018年 特拉普总统 签署了一封 号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改 自从里根总统以来 30年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税改 这次税改幅度相当大 公司所得税降低了40% 从4公司以前的这个企业所得税 从35%降到现在21% 个人所得税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standard deduction 以前只有单身害只有6000多 现在涨了12000 家庭呢 以前是12000 现在涨了24000 所以这些呢 都是很受欢迎的东西 但对我们华人来说 有很多局限 为什么呢 新税改对这个 atma deduction 对劣迹税的减税 做了很多限制 特别是比如说房产税 和交给州里面的州所的税 这两项加起来 不能超过1万美金 这是一个新的税改 这个税改对我们华人影响极其大 为什么 特别是对加州和纽约的华人来说 影响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以前啊 你交多少房产税 因为纽约加州的房产比较贵 房产比较贵的话 房产税很高 以前呢 是你交 花多少 抵多少 你花1万 减1万 花10万 减10万 所得税一样 州里面所得税一样 花多少 抵多少 现在这两项加起来不能超过1万美金 换句话说呢 你这个不能买太大的房子 你不能收入不能太高 太高以后呢 你交给州里面的所得税 不能帮你减税 所以呢 这是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呢 我们这个房贷利息 房贷利息以前呢 是只要是贷款不要超过100万美金 所发生的房贷利息都可以减税的 现在呢 把它降低到75万美金 就是超过75万美金的这个房贷利息呢 就不能再减税了 所以这些呢 对我们华人影响都比较大 我们华人喜欢买大一点的房子 喜欢做投资房 所以这个薪税感 对我们华人这个影响 比较大 比较大 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应的规划 去采取一些不同的这个措施 来缓冲 由于这个薪税感 给华人带来的一些压力 这个薪税法 我今天才听到这个消息 有改变 所以对我们华人呢 有一些影响 所以呢 这一块呢 就华人的同胞就是 这一块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了解清楚 那接下来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牛总 就是中美这个税务制的 这个差异有什么不同 这个中美税务差异相当大的 美国的税法已经有200年的历史 而中国的税法我们叫做80后 80年以前中国没什么税法 没有什么所得税 所以税法极其简单 也没有这个 80年以后呢 我们国家派了不同的代表团 来美国学习 美国的税法和会计制度 有不同的这个 以前我们 这个只有 自从有了所得税以后呢 我们现在中国也在逐渐的学习美国 有准备要去搞房产税 搞遗产税 搞契机税等等 这都是美国的玩法 所以呢 中国税法在不断的改进 在从以前 从无到有 从有到现在是相当的完善 我个人感觉到中国的税法 在过去30年中 也有很大的改善 也在向国际先进的国家 在靠拢 就像一个新的技术一样 我们从没有到有到 从有到现在已经相当的完善 所以我个人感觉 中国的税法呢 现在逐渐的向国际接轨 美国的税法呢 因为它这个有200年的历史 所以它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制度化 这个想去 钻一点空间的 就非常少 为什么呢 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收入 不管你是W2收入 1099收入 你的老板会把这个报表 在你没报税之前 已经报给税务局 银行 你今天发生了多少利息 收入多少 公司封红多少 公司的所有的收入 在你们一报税之前 税务局全部都有档案 所以你想逃税 想避税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的税法呢 是相当先进的 美国的税法呢 采用什么叫属人主义 什么叫属人主义呢 就是说 只要你是一个美国纳税居民 你可能是绿卡 你可能是公民 你可能是没有美国身份 但你在美国待的时间 超过183天 在这三种情况下 不管你人在不在美国 你的收入都要去纳美国税的 不管你这个收入 是不是来自于美国 你在中国的时候 香港的时候 欧洲的时候 也要去纳美国税 所以美国的税法呢 是 我们叫Global Taxation 是全球征税 是相当完善的 另外呢 美国这次没有参与 这个CRS 美国不是一个肥卡吗 你在美国的投资 你的存款 美国不会向中国 不会向别的国家去披露 但是呢 美国居民在国外的资产 所有的收入 必须向美国披露 所以这种事 这个 它的税法 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中国的税法 还有一些距离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美国的税法中 我们有这个 Ultimate deduction 而且每个家庭 同样一个四个人的家庭 税率都不一样的 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 另外美国的税法 可以控制经济的 可以刺激经济 所以比如说 08年我们国家 这个美国的经济很差 到时候政府 国会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 以前没买过房子的 20万以下的 投资买房子 给你鼓励8000美金 给你免费给你8000美金 这样这个 通过税法的改进来 刺激经济 大家一看 看我可以 免费拿到8000美金 这样我去借钱买房子 这经济不是 马上就起来了吗 所以美国的税法 跟经济是 联系非常关联 非常紧密的 美国每年会出一些新的税法 会淘汰一些旧的税法 所以国会每年 在1月份的话 会进行很多很多税法的改进 然后美国有房产税 有房产税呢 就不容许你去超房 中国可以超房 一个人可以买20到30套房子 放在那地方不用去住 所以等他去增值 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美国有房产税 房产税很贵点 你不可能买20套房子 放在那地方去增值 所以这两个税制 差置是比较大的 谢谢 谢谢牛总 今天给我们这么详细的 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也还有很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采访到这里 感谢观看